我刚刚东方也说啊 想要碰到的对手就是小玉 所以我们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有没有这个可能两个人会碰面 但是小玉今天能不能过月上这一关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就前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他们刚好在第一天是分到了同一组的 是 两个人分别以第一名第二名 这个第四分和三分的这个一分差距啊 进入到今天的淘汰赛 但那个是混战 今天的是solo 看一下首图金华东梦啊 序列未来两辆序列未来 是的 依然都是同车同丑 月上他其实 最近出名的就是他的solo能力 他的solo能力在我们的联赛 进入到季后赛之前 都是百分百胜率 那来到了这个KEI快手的 双倍淘汰赛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solo能力 能不能给小玉造成什么样的干扰 起步情况 小玉是要更快一些的 这个小分拉了个WCWW 应该是没有沿上的 距离稍微拉大了 这边再拉个进阶落地下来 但前去再甩 哦 这前面两个人感觉没有太多的失误 就越上了一个小喷 没沿上之后落后的这个距离 再来一个拖飘 已经有0.6左右了呀 嗯 小拖一下 但是目前还是有机会的 这边再稍微磕碰一下 是 蹭一下喷 延续下来 ECU准备要入完之后 开起来 这个距离 依靠细节去追 其实机会没有吗 而且我觉得就是solo跟混战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说他在混战当中是有冲撞的可能性的 但是solo这边小玉稍微给到了一点机会 越上拉近距离 小玉刚刚应该是没有小坑啊 哎 但是这个距离 哎 要把越上卡上墙了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但是这个距离的话来到第二圈 看一下后续难点 找路线 对于越上来说 现在找路线可以依靠细节去反超 但是这个路线有点贴啊 小坑被蹭掉了 侧身 CWW再拐过来拐的路线得撞一下了 是的 那目前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超越的 这边落地下来再甩 是的 而且刚刚还没沿上啊 这里第二个一四路开起来 剩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只要小玉不给到食物 那越上应该是超不了了 感觉小玉在这一圈还是挺稳的 是 因为她第二圈开头 哎 刚说完 就磕了一下 对 就是在最后一个这个弯道啊 是直接上墙给到越上机会的 小玉这么弹吗 最后不点飘 她阴拐过去的那个路线 刚好撞到了右墙 哇 这上来就喂了一大口 对 其实前面的话 感觉两个人都一直有在逼近啊 但是可能越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失误 就小托 或是眉眼上这种失误存在的话 一开始一直都是没什么机会的 对 开局是越上了自己节奏问题 所以导致落后了这么多的距离 但是来到第二圈之后 这个 来到第二圈之后 小玉的个人失误会更多一些啊 对 其实一直 感觉就是最后那一下 太难受了 第二圈你看这里前面是有对抗的 但是小玉差点把越上给挤上墙 这个防卡会做的是非常好的 对 而且后续的话 小玉顶到越上还是有做一点点 也不能让的 哦老街工地 有点没有想到啊 我以为说可能小玉更多选择的是像刚刚我们提到正反亚 没想到直接上到这个老街 他提枪南图 是 起步有起步延均这样赛车的情况下 他练的应该是最多的 来一下起步侧身过来 甩断 小玉感觉要更快一些啊 对又是小玉先冲出来 但是目前距离不是很远 刚刚越上稍微磕了一下 是的 诶 这里上墙了 还现在复位了 再拉侧身过来 起步就送出去 再来个反侧 越上 感觉今天越上这个状态不太对 这张图感觉不太行 对 看一下后续调整吧 这个距离 我们就欣赏一下选手的更操作就好了 因为没有什么机会 solo里面最忌讳的是什么 最忌讳的就是你起步要给机会 你起步一旦给了机会之后 你想要去后续 你完全得看选手 完全得看对手 能不能给你这个机会 感觉这个距离已经逐渐拉大了 是 第一线小玉47.8 47.3吧 我越上镜的节奏也还是有一点点不太稳 小玉也稍微有点贴 他在找路线 他在找他的出弯节奏 他想要更快一点出弯 你可以看 有这种出弯的情况下 后面就会容易失误 刚刚一个字票已经能看到 再来 进阶拉车头 路线有点危险 但是能调整过来 撞墙点喷 只剩这一个难点了 哎呦 上墙了 哎 还没飘出来 是的 但是这边岳上又复位了 感觉目前这个距离的话 对于小玉来说 容错率也是更大一些 这太高了 这容错率太高了 这个容错率高到已经 不太可能输了 岳上走到下面 下面是这样的 这样的吗 我还没进过呢 对 就感觉在联赛场上啊 这种场景是比较少见的 自信一点 没有见过 对 我自己练图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见过下面 从来没有走过 就很自信 没掉下去过 没掉下去过 更多的在前面蹭喷的时候 有可能会复位 你要歪了的话提线下去 但是复位完之后 你还是在上面 还是能走那个劲道 但这样的话 一比一 越上来选 但是感觉越上在这张图的话 首先我们看到的 就已经复位三次了 三次复位 而且上场的次数 也不下于三次 就这个连续贴死的话 只能说看一下 越上后续的这个调整吧 看这个好伤 那得算贴死两下吧 连贴两下 然后再直接复位 是啊 再来一个反侧 哎呦 差不多晚饭时间啊 是 这两名选手也是比较顾及我们 有点饿了 对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人的操作细节 就是都在找这个出弯 他们的出弯都会比较快 想要以更快的出弯来跑这个 这个兰博基尼 嗯 其实一开始苏格兰场 到后面的话 好像都是上到黄牙 但是在联赛后面有风载 先拿兰博基尼开了这个先例之后 好像大家都开始跑兰博基尼 是 这个兰博基尼的过弯速度是要更快的 哎 前面小玉的喷被月上给顶掉了 这是王图的自信啊 对 刚开始的话月上起步很快 落地下来 刷下弹射 卡一下内道 哇 两个人来回交替一波 这边在弹射过来之后 目前是小玉在进行领先 两个人还在对抗 这里甩尾快出 哎 但是月上拉的是一个飘移快出 直接下去了 又走了远道 这一段距离 月上今天在刷微型步数啊 是的 其实月上一开始起步是很快的 包括很多次这个暴力点都做得很好 拉进阶再调整 哎 这里没沿上的 刷尾过来 感觉还是有机会的 哇 这很甜 这里要看一下进阶之后的快出 落地点飘 测身 节奏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这个距离逐渐拉远了呀 而且 哎 这边闪烁一下 感觉月上好像还有复位 今天月上怎么说 怎么说 这段距离这是他的网图啊 但是这个距离是有一点难够到了 看一下室内的连续弯道 这个距离冲赵也没有机会 小玉甚至于还有一个复位的人策略 嗯 拉个进阶 ECU放出来 是的 再甩 这里要把甩 哎 还是用了一个快出 快出完之后再甩 现在这种跑法在连赛当中是更多的 因为更稳一些 对 但是我记得 就是上一次好像是逆星 在那个位置甩尾了 嗯 是 有甩 以及风载也是在那里甩 才能跑出来这么快的成绩 那这两张图 两张困难图 老街工地以及苏格兰厂下来之后 月上的这个困难图的状态 今天好像 好像不太行 对 感觉今天这个状态稍微不是很好 还得看一下后续的调整吧 但是两个人对抗是有的 对抗是能打得起来的 但是对抗完之后 月上的一些自己的调整的操作 做得并没有小于好 所以说就因为有的时候就这一点的判断失误啊 他们的距离就会稍微拉得比较远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月上的这个复位往下走 走远到这一点啊就很伤 而且小于的话 单看他后面后续的这个稳定性还是很好的 反而是月上又再一次复位了 是 月上感觉今天复位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 前面月上的第一波卡位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在后续的情况下 首先这一个脱飘 脱飘完之后给到小于机会直接返潮 后面还能进行一些对抗 但是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一波对抗的调整失误就没了 但这是月上王图啊 你看他刚才那个甩尾 跳鱼痕迹就是跟甩尾完全不一样 就正常你甩尾的话 你的车头是甩过来的 但是它是直接直直的像我们普通的单段飘移一样 美洲 美洲 同车 那确实也是同车 就不一样的同车 但还是跟你同车到底 是 这一段时间看来月上自己有练点东西啊 这时候美洲选出来 看一下起步吧 应该是有人双侧有人单侧 双侧的话要面临的风险是第二个侧身有可能被挤到眉喷 看一下起步 看一下双方起步 这边双侧过来 甩尾 小鱼要更快一下 弹气挤满 这里刷尾快速下来 小鱼顶了月上一下 没有让月上过去 脸飘下来 小鱼磕了一下 月上还有对抗的机会 看一下 想要再钻内线去挤 这边玩到直接反超过来 是的 但是小鱼依然有对抗机会 小鱼没有被小鱼蹭掉 这里气没满 要卡一下气 一次又释放过来 路线没有问题 快速CW 前面的甩尾要看一下 有没有人拖 两个人都不甩 是的两个人都求稳啊 然后点盆过来 那这个距离小鱼还是有机会的 但前续 这个气没挤满 是的 裂开 稍微卡停一下 也是给到了月上更多的领跑空间 这个距离 对于后半段来说 已经没有机会了 不好说 我觉得以月上今天的状态 还是得看下 他的这个稳定性 稳定性 但只剩最后一个暴力点了呀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得恭喜月上 2比2 成功将比赛扳平 这手每周的对抗也是 对抗的好 solo嘛 solo大家上来 就是上对抗 而且就是在最后一个劲道当中啊 就是小鱼出现失误之后 是气没满 嗯 他在第二个劲道之前的那个进阶 正常那里是你氮气延续 然后把那个氮气正好给挤满 然后你有一管氮气 然后以此氮气来进入第二个劲道 但是刚才他就差这么一丝丝 对也是这样子再一次就给到了月上更多的机会 所以也要恭喜月上再扳回一分 是的 现在比分来到2比2 那下一场选图是由小玉来选 感觉今天虽然说双方都有出现15 但是现在直接打到2比2平还是蛮胶着的 嗯 比分上来看的话是很胶着 但是容不得他们这么胶着了呀 因为就差两分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选图是很重要的 哎 你看小玉刚才蹭了一下墙 蹭成过来之后 整体的节奏就有点小乱 月上抓紧 抓紧的能力 对 bcu释放 后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 第二个进到那波15之后 小玉就没有机会了 那小玉啊 刚刚上来一首第一首选择的老街功力 嗯 那他第二首选择 其实小玉就是老街功力也算是他的一张王图嘛 嗯 所以说感觉以月上今年的状态就往自己王图同时又比较难的图上选 像刚刚的正反亚 空港 嗯 直接像空港 看一下双子起步过来 还是月上稍微更快一些 延续过来 最后一个第二个ECU也是交出来了 这边再来进去 小玉下去了 今天两个人都喜欢走远道啊 就这种我们平常很难见到的远道 对吧 是 硬拐过来延续 月上这一分应该是稳稳到手没有问题的 是的 甚至小地图可能都有点看不到小玉的影子了刚刚 看不见 这个连车尾灯都看不见了 今天这个王图是不是有魔咒啊 怎么说就自己选的就不太行是吗 对就 自己选可以 嗯 但是你不要选特别标志性的王图 对吧 对 苏格兰场 静元春 这两样图选出来 自己前期节奏都找不到了 感觉有一点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感觉月上虽然说在老街工地 包括前面的这个苏格兰场出现失误比较大 但是后续这个调整还是很快的 调整是快 但是你最后比赛的胜负吗 我们要看的是比赛的胜负 你在前期只要给到机会之后 你少了更多的对抗机会 那这一局对于来说就很威了 主要还是刚刚小玉给到机会了 又走了远道 走了远道 她那个距离 走远道 感觉跟那个月上的老街工地一样 嗯 其实已经落后这么多距离了 走哪里不是走 对 而且其实起步第一个弯道就磕了 嗯 主要是起步给的机会太伤了 是的 然后后续这个调整 刚刚又 磕碰一下 我还是太追求于这个出弯速度了 就是出弯路线 感觉其实今天两个人都有这样的状况 嗯 选择CW 选择CW 那到了月上的这个赛点了我觉得也确实该上了这个图了 因为如果说刚好又打中月上的这个王图的话 那就直接结束 嗯 这个空港大家都很熟 嗯 看一下大家期待已久的 哎 小玉没上来 这里一次又射放完之后太靠外了 哎呦 这边还小磕一下 落地下来之后 还没蹭到星星加速台 嗯 感觉小玉结束了呀 看这个甲烷通过情况 但是目前距离也不是很远 进入到室内 只能说有机会 看月上会不会给机会吧 其实月上在空档领先这么大距离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嗯 考验她的时候到 就看一下能不能稳住啊 但是后几张图来看月上还是挺稳的 起码 感觉她手势慢慢给打热了 小玉还在跟 目前双方都没有太大失误 嗯 这里延续过来 路线有点歪 彩星星有点小歪啊 这里怎么说 还好调整过来了 好险 延续过来 嗯 这里第二个意思是棒 CWW路线挺好的 小刻了一下 这边在小玉过来 还是能够看到月上的 还能够看到月上 对 月上一个复位的话 小玉就有机会反超 哎 这边刚刚说完之后 小玉直接复位了 再弹出过来 两个都复位了 两个人很接近啊 但是小玉是没有氮气的呀 后面这一段没有优势 这里急不满气了 对 空开个淡气之后 那只剩最后半段了 我们得提前恭喜月上了 我觉得 还有机会吗 看一下这边延续过来 有机会了 那我们得恭喜月上 4比2战胜了 阿斯基小玉 成功挺进下一轮 不有今天上来 月上就给小玉上了一课啊 对 就前期我们也看到 就是月上在老街那场的连续复位啊 其实稍微是有那么捏了一把汗的 但是没想到后面调整的还挺快 对没想到在后续 在还是选出困难赛道的情况下 小玉的状态并没有月上这么的稳 首先小玉这里没上来就拉太距离了 这个距离已经太大了 而且在刚刚室内的这个连续弯道当中 双方都有护卫啊 但小玉没弹气 对 弹气节奏是要比月上更差的 这里就很伤 而且月上的那个护卫其实比小玉更伤 但是小玉追上来之后 就可惜那个弹气节奏不好 但月上没想到啊 他这个solo能力 好像一直在进步啊 对而且后续两张图都还是小玉选出来的图 是在对手选下 选出这种困难赛道的情况下 特别是还有一张王图 连续两张的情况下都拿下了 这这这现在的新人真的 对确实调整的快 调整的快 而且实力也有 确实现在感觉 这些比赛越来越好看了呀 对就因为月上嘛 就一直有劳模这个称号 感觉他在solo上面还是挺稳的 就是能够拿下关键性的一分 嗯是的 这那这样的话 首轮啊算是一个小抱冷 嗯 月上战胜了小玉 是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嗯 嗯